一分钟带你了解本集精彩内容 日本县兵队以封锁前家一带 再度展开地毯式搜捕 于显阳杀出重围 并在骆驼弹的相助下顺利脱身 于显阳因击毙了一个仇家而心情大悦 大批鬼子在小秋和杜鞭的亲自率领下倾巢而出 而刀会的援救队伍 也随着大先生的一声令下迅速出动 并由郭建功坐镇指挥 你还上后前线 本来当时我们要去上海的 可是没想到 鬼子来得太快 一下子打到家门口 再将生我娘她 对了 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 我叫于显阳 原来是于大哥 我姓钱 叫钱蔓媛 钱姑娘 那我先走了 你在家好好养生 千万别乱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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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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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手底下那些人谁听他的 还不是大先生说了算 鬼子来我们这里杀人放火 我们还得效力迎接他 做梦去吧 阿元 有句俗话说得好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房子是我们自己的 凭什么要低头 阿元 说得好 老娘就 这是我的外甥女 在这里跟大先生学说书 先生好 阿元 你爹的身体怎么样了 好多了吧 好什么 整天就知道喝酒 这可不行 他是靠手干活的 这样喝下去的话 这手不稳 可不是 你得帮我好好劝劝他 行 等我忙完手里的事 我跟你回去 好好说说他 曾先生 请 好 请 老娘就 我还有话没讲完呢 娘就有要紧的事情 忙完了以后有什么话等一下再讲 我这也是要紧的事情 大哥 看得到 大哥 你看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曾先生 见过大先生 曾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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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大先生请守祖堂 请 请 大先生明证姑苏 在下少来拜望 今日呢 特来给您请安 杜先生 我知道大先生和杜先生啊 交情颇深 所以特意去到上海 请杜先生守书一封代为引荐 还望大先生您能高抬龙袖 定力相助 好说 好说 有杜先生的情面 有郭掌柜的人面 我一定全力帮曾先生把这个场面做起来 大先生 您一搏云天 我带笔东 先行谢过 阿四 上茶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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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啊 他也不提津 生意呀 你们都下去吧 不瞒大先生 兄弟此次前来苏州 是为了要除掉一个人 家门不幸 出了一个吃里怕外的内鬼 想和日本人在南京 新开一个码头 如果他和日本人 把这件事情做成的话 那我们脚下这片土地 将会成为第二个满洲 在座的各位 也将会备受日本人的奴役 这次的行动 有一个专门的代号 叫寒山令 是为座亲自下达的必杀令 二人 我得讲了 这两天亲爹猜老旧 说一下我们俩的婚事 婚事 鬼子都占了苏州了 你爹还有这个心思 鬼子占了苏州了 我们俩就不能成亲了吗 再说了 你娘也不在了 你和你爹过得也不容易 不如我们俩早点把这个事情给办了 以后相过也有个照应 我爹靠手艺吃饭 用不着别人照应 还有回去告诉你爹 别再想这些事情了 还是好好想想 怎么抱鬼子的大腿吧 你 阿元 我晓得你和大先生都恨日本人 你看不惯我爹的作派 可我爹是我爹 我是我 你不要把我们俩混为一谈好不好 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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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好好跟你讲好不好 吴润官 我不想听你讲这些了 你走吧 根据可靠的情报 这个汉奸和日本人要在苏州举行密闭的会谈 这次我之所以匆匆地赶过来 是因为日军的司令官松井明天就到 所以大先生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去给松井接战 去给松井接战 大先生 事关机密 数在下不便多言 还望大先生你能够海涵 无妨 曾先生 松井来苏州 这火车站势必戒备森严 恐怕我们很难混进去啊 这一层我也清楚 但是事关紧要 大先生 别无选择 曾先生 我 我有一个老兄弟 叫吴炳荣 他挂着苏州商会会场的头衔 他怕是受日本人的胁迫 今天 就让让我组织一帮商人到车站去迎接这个日本司令官 就是你们说的那个松井 他自己不敢来 他让他的儿子来 这是一件好事啊 这是个好机会啊 是啊 是啊 但是我把他骂回去了 大哥 这次是事关重大 恐怕 得委屈你 把这件事情给应成下来 但是 我已经 大先生 事关国家 还是委屈您老 一定要把这件事情给答应下来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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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几个 去这边 快 过去 大嫂大嫂大嫂 有没有见过这么多人啊 有没有 黑皮 过去你下个人 黑皮 你们几个 去这边 快 来 去这边 罗特任 卖馄饨怎么卖到这里来了 小生意 走街串巷 到哪里摆 不是摆 前面又发生什么事了 老一头 大搜查 大搜查 昨晚不是刚搜查过吗 怎么又搜查一次 你问我 我问谁去 下次了 滚 不要在这里摆摊了 走 惹死你 没见过 别乱动 这是我老娘救给的 她说那个叫手榴弹 下边有根绳子 万一有鬼子欺负我 我就把绳子一拉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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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开门 出来 我们的开门 你们 一个 一个 贾心 怎么会 怎么了 点开 快 上门 快 上门 快点 上门 你 来 上门 上门 下门 上门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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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曾先生 你们先坐 我去看看 老娘舅 不好了 怎么了 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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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鬼子要去你家那边打搜捕了 糟了 真吓糟了 阿元 别着急 我能不着急吗 家里还藏着个大活人 大活人 谁 我想 我想他就是那个一枝梅 一枝梅 我先回去看看 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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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阿元 你没事吧 不说了 快走 走走走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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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步行 派了 我们处理 你的最后 日生 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兄弟 麻烦问一下 这个钱曼元 钱姑娘在不在里面 你找他有什么事啊 麻烦你帮我叫他一下行吗 我看你眼神得很 你是做什么的 你就跟他说 有个远房亲戚找他 远房亲戚 好吧 等咱 余大哥 阿元 你们先聊 我先走了啊 对不住 你家让我给毁了 这不怪你 这件事情要算到鬼子头上 你人没事就好了 按说我得陪你 可我这婚人上下 就剩这杆枪还支点钱 但是我得用那大鬼子 所以我就 讲些什么呀 现在鬼子正到处抓你 你还是赶紧躲起来吧 茄姑娘 大安不宴席 阿元 我先走了 保重 保重 阿元 阿元 你家到底出什么事情了 没什么 你不用担心 有大先生呢 我怎么能不担心呢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啊 要不这样吧 你跟你爹去我家躲一躲 我早就跟你讲过了 你爹抱鬼子大腿做事情 早晚会遭人骂的 我不会去你家 阿元 明天 Hunt 是 是 ией 我给你打了馄饨 吃热吃吧 小兄弟 这位大哥 吃碗馄饨喝不了 不是 我想问问你 你知道那帮人是干什么的吗 你们商会的人怎么还不来 就快到了 那帮没暖气的 所以早去什么火车站去接什么日本司令官 大哥 这天气这么冷 吃碗馄饨吧 五个子一碗 八个子两碗 十二个子三碗 送个卤袋 怎么样 走一碗吧 水都开了 算了 只有这么多吧 够了 够了 小兄弟 广星照相馆你熟吗 熟 阿元家 听说他们家出事了 前两天被鬼子疯了 讲他窝藏罪犯 那他人没事吧 我也不晓得 这两三天都没看到他了 你怎么能当阿元的 我 我在他们家照顾相 我看你这样子不像是照顾相的 大哥 你是一只梅吧 你说什么 一只梅 钻撒鬼子的 一只梅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你 活动猪好了没有 陈先生 事情有些变过 怎么了 我老大 本来讲好一通去辞战的 可现在他反悔了 反悔了 老大 曾先生来了 谁来都不管用 我不是跟你讲过了吗 我不去 老大 不至于吧 不就是去露个脸吗 想让老子当汉奸 门都没有 汉奸是什么东西 那就是秦桧 秦桧死了多少年了 都快一千年了 我们苏州人还不可以放过他 还要放在油锅里炸 炸 老大 你都答应人家了 是 老子是答应了 所以我后悔了 后悔了 我现在的肠子都毁清了 我看你这个样子 有八分相 这竹筒 这些八分变十足了 我给你多加馄饨 让人什么 郭总监 你来的真好 赶快劝劝我大哥 大哥又耍小孩子脾气了 我这次去火车站 是为了和我们的情报员接头 我们来说极为重要 绝对耽误不得 稍晚无躁 我去跟他谈谈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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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怎么了 我今早不舒服 改日改日 改日 大哥 你身体不舒服看医生了吗 你看 你看 我本来是想跟你商量着枪的事 你既然身体不舒服 那你就歇着 我们改日再说 不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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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什么 事情有眉目了 不 枪的事还是改日再说 你先歇着 你坐 请讲 大哥 不瞒你说 我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求爷爷告奶奶 总算是搭上了德国的这条鞋 人家松口可以在上海面谈 好啊 上海我熟悉人多了 没问题 那可不一定 这帮德国佬 那个个鼻孔朝上 他很累 我怕到时候 你老人家受不了这个委屈 再把这个生意给弹砸了 你多虑了 老爹 这是什么事情 康氏救过大事 我个人受点委屈 算什么 算不了什么 真的 真的 那 曾楚南 人家干的也是抗日救过的大事 那你怎么一点委屈都受不了 这个 行了 大哥 我跟你说 我每次来你这里 我在门口都会抬头望一眼 你亲手解架的那副对联 苦心人 天不负 握心肠胆 三千月甲可吞无 这是什么气概 这不是凡人的气概 大哥 现在是国难当头 在这个要紧的时候 我们怎么就不能学学古人忍一时之耻 以图光复之日 阿迪 你不要假了 我心里都有素了 那笔枪我要 那笔枪 我都给了你了 那我那武功队怎么办 顶多 那是什么事 我都给了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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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斯啊 人了 大哥 等什么啊 走 佩服 佩服 干什么去 别忘了 你欠我十把茅塞 茅塞 我们也把它叫做快慢机 别装上 小事一装 去 去 成厌 再次 装 剣 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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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兄弟 活着站怎么走 我知道了 我带你去 你告诉我怎么走就行了 你是不是一直没 你是不是一直没 关好自己的嘴 别给自己添麻烦 上大路 我又拐 一直走 独边君 你就在这里 跟我一起迎接司令官吧 是 叶天君 你负责请敬 是 客长阁下 我很久没见过司令官了 是吗 不过独边君 你曾亲身跟随司令官 攻占南京 比我幸运得多 能跟随司令官阁下 为帝国征战 是我无限荣耀 又是 曾经身为司令官的学生 我也感到无比荣耀 客长阁下 这位就是苏无州商会会长吴秉荣 太近 吴会长 辛苦你了 我给你介绍一下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万赫轩万老板 万赫轩万老板 苏州刀会的老大 救药 救药 不敢当 这位是我们商会的副会长 在下 楚南征 为了日中亲善 我在苏州商会 特意备下了晚宴 宴请司令官和慰问团 敬请光临 好 很荣幸能跟楚会长共进晚餐 在这里我代表苏州县兵队 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你老跟着我干吗 我 我怕你走错路吗 从线兵队到这里有几条路啊 这 这一条路啊 怎么走 也 也在走 我走错了吗 我警告你 再跟着我 别管我对你不客气 这是枪吧 你到底想干什么 大哥 你误会我了 里面全是鬼子 你拿着枪进去不安全 万一鬼子发现麻烦可就大了 我是来帮你的 你把枪藏在我那个骆驼搭里面比较安全 这样鬼子就看不到了 真的 大哥 你相信我了 我是来帮你的 真的来帮你的 把枪给我 你看这样一放不就好了吗 正好用来敲出杠 你看打合一放 天衣无缝 鬼子被发现 是 兄弟 这是完命的活 我不能让你背着 对不住了 你 什么地干货 干什么的 大哥 你什么地干货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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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不知可惜了 吃一碗想两碗 看 来一碗 走开 好吃 快点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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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丘科长 这里情况怎么样 您放心 苏州城勾入警探 拜托了 司令官 这边请 我可以 把握 把握 我们先去 有了 有了 我先去 我先去 我们先去 那你 这 你 我先去 我先去 这 我先去 我们先去 救命 救命 我的那本 回答 最大推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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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我的那本 回答 最大推 快 コキ 防疫 三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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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州 说 大门 快死了 快死了 死我 怎么哪里都有你啊 我带你走小路 安全 鬼子找不到的 走啊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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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个机会送回青都西米斯 是 从现在开始 关闭所有成员 险兵队 治安队 全部出动 就是把苏州给我翻个抵朝天 也要把兴手给我找出来 是 我马上行动 这边 来 了不起 不愧是一枝梅 兄弟 你老说这个一枝梅 什么是一枝梅 你就是一枝梅 你还不知道 人人都叫你一枝梅 可聪明了 所以你能飞檐走壁 踏许无痕 往哪里走 前面 走 跟我走 现在行背 走 快点 曾先生 我知道此事关乎机密 按理数我不该多问 可是眼下大抵当前 我们应该相互信任 京城合作 我的情报员中枪了 你说的是那个日本女人 她是朝鲜人 朝鲜人 郭掌柜 我只能跟你说这么多了 并不是我不信任 而是我必须要保证 情报员的安全 我能理解 正所谓 身居虎穴 风险非同小隔 更何况 这个情报员 关乎到我们的成败 我的情报员 潜伏多年 眼看就可以发挥 极大的作用了 可是这一枪 把我所有的计划 都打乱了 曾先生 我觉得你现在不要着急 虽然他中了枪 但还生死不明 我们的当务之急 是要找到他的下落 有一个地方 应该能够得到 确切的消息 医院 日本人的医院 青阳地 日本医院 我这就去 郭掌柜 Went to the town 拜托鹿isten 她们 立如若 你来了 乃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刀子 刀子 快走啊 兄弟 我想买瓶酒 什么好日子啊 不瞒你说 我从很远的地方到苏州来 就是来杀两个仇人 今天好不容易让我干掉一个 真的 你真厉害 不瞒你说 我口袋里没钱了 能不能借我一点 借什么借啊 你等他 我去买 老板 来两瓶横镜烧牌 老板 平时也没有见到你吃老酒 怎么家里有喜事 没错 大喜事 你这还有酱肉 你这鼻子深灵光啊 我跟你讲啊 这个这个 你先不要讲 路稿界 一文就是路稿界 老板 给你钱 好好好 行呗 站住 老板 这里不让进 太军 我是给火坊送菜的干活 火坊 你醒不醒 走开 走开 干什么的 老总 我这不是给火坊送菜吗 可你今天来的不巧 皇军的司令官驾到 先杂人等一律免禁 那这菜怎么办 太军 你就通融一下 这人我认识 大大的良民 进去吧 谢带军 跟我来吧 张宝 掌柜 你怎么来了 今天是不是接了个女的受了枪伤 没错 是个任命女人 她情况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危险 这我可不晓得 只听说又是一支枚开的枪 后来她跑了 日本人只发现一支枚扔下的一副骆驼弹 骆驼弹 不是掌柜的 我就没搞明白日本女人您打电子干什么 别多问了 快去某情情况 那行 你等我 在哪里 去哪里 所以它绝对不能有任何闪失 是 卑职明白 保管森林怪客下 大本营来电 阿美 别走 着什么急 流这么多血 人没事吧 大夫说了血就没事 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问这个 不就是想知道你什么时候下班约你出去档档吗 给你买买东西 去档档关圈街 十家铺都关了九家半 还有什么可档的 你什么态度 你怎么跟我交话呢 展会他 什么情况 大听到了 人没事 没事就好 万一情况有变 我怎么联系你 书长 找到先生 好 田仲军 你对大本营这封电报有什么看法 为这一位 由于我军在南京行为虚控 以致大本营承受了绝大压力 陆湘也是为了缓解矛盾 所以 这才主张把您调回国内的 看了山山远 急于找一头替罪养了 为这一位 我军与中国方面的会谈 实在必行 越可越好 如果在这方面取得突破 那司令官阁下的位置 必然攻撞进他 你立刻给上海领事馆的严谨军打电话 让他给武汉方面施加压力 谈还是不谈必须有个结果 是 卑职马上给严谨发报 还有 苏州的治安状况似乎不如乐观 谈判地点 您看是不是换个地方 小秋不是被我调过来了 你告诉他 东京不要搞得太大 那几个记者还没有走 否则又会受人一病 是 太军 发现了这个 对无限电也不可规矩吗 太军有令的 所有的无限电都要裁断那个 线圈 但是我跟天皇的声音不能听到 你懂日本吗 我跟日本有关系 对 对 很好 只要你们效助日本天皇 大日本帝国不会亏打你们的 没有别的发现 太军 你们了 好吧 我们走 太军 倒走 大先生 不好意思 多多打叫 大医生 黑屁 不要忘了祖宗 不敢 不敢 大先生 我先走了 大哥 坐 郑先生请 小鬼子像是疯了 天天这样子的 大先生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一支美给控制住 否则的话 后患无穷 怎么控制 把他关起来 关起来也好 藏起来也罢 当务之急是要把他找到 与其让他这样有着性子单干 还不如让他加入我们 你看看 你讲得对 大司 你把老二老三老五都找回来 我们商量一下 好 想得了 好 爹 来了 爹 这灯怎么还没人来修 这寒山寺里都是念经打坐的和尚 谁会修这个 阿元 你干什么呢你 下来 下来 你这是干什么 万一给店了怎么办 阿弥陀佛 长官 你怎么来了 大师说了 这间作坊年久师修 不堪居住 所以请二位施主随小僧搬去东乡房吧 长官 你回去跟大师说 大师的心意在下领了 我们在这里收拾收拾也能住 大师说了 一定要让你们搬去东乡房 那走吧 你先带我去任任地方 好 前姑娘 你们在城里住的好端端的 干嘛非要搬到寒山寺来啊 还不都是因为那个一枝梅 一枝梅 你说打鬼子的一枝梅 怎么 你也听说过它 那当然 前姑娘 你认识一枝梅 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带我看看吧 前姑娘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这个一枝梅 会进攻吗 是哪一派的 少林还是武当 长官 大师没教你吗 身为出家人 得跳出三界外 不在五行中才是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前姑娘 小松问这些 是想知道她是什么样的好汉 这幅担子 恐怕有上百间吧 太局 这个东西叫做路透蛋 是卖馄饨用的 只有在我们苏州才用 难道我们有抓的箱上 是个卖馄饨的 是个卖馄饨的 大哥 喝酒 大哥 我敬你 玉大哥 我能叫你一声大哥吗 不敢当 叫我云显阳吧 那怎么行 你一直没大名鼎鼎 现在可是老百姓心目中的大鬼子英雄 能叫你大哥 是我骆驼蛋高盘了 来 大哥 我敬你 来 谢礼兄弟 你 你是怎么认识阿元的 你赶快进来吧 我姓钱 叫钱蔓延 阿元 救了我的命 是我连累了他们父女的 大哥 你不要总是在怪自己 虽然讲你连累他们 可好在人也没事 再说了 阿元是大先生的徒弟 他走到哪里都不会吃亏的 大先生 对啊 阿元跟大先生全疏疏 还不到一年 就已经一个人唱担当了 来来 我给你们引荐曾先生 武汉来的特派员 这些人 哎哟 那可是 官家之后 做的这也是大买卖啊 啊 毕字号也是刚刚搬过去不久 武汉呢 是大码头 也是中原腹地 得中原者 得天下 跟你说话的是 老三 是个铁匠 三爷 幸会 好 客气 这是 老二 好 做个廊主 二爷 幸会 老四你这人是吗 老五 五爷 幸会 增研好 请坐好 大先生请 嗯 有件事情 你们得想办法 把一只梅给找出来 那个杀鬼子的一只梅 大哥 你找他做什么呀 陈先生说了 这家货容易惹是正非 所以把它找出来 关起来 那呢 你要把一只梅关起来啊 这杀鬼子还杀错了 那个 诸位 听我说一句 这个一只梅 这个一只梅 杀日本人杀得解气 解恨 但是有一点 凭他一个人 一条枪 能把鬼子赶回老家吗 显然是不能的 当年 勾建伐吴 出发之前 他曾对重将官说过一番话 他说 吴国强大 胜之不易 我军唯有步调一致 同进同退 方能胜敌 倘若我们的士兵 呈匹夫之勇 枉过军令 那定会必败无疑 可是苏州层 讲大不大 讲小不小 要么到哪里去找一灾美啊 没进来 就听到里面热闹 原来这苏州小武艺 都到齐了 郭展规好 郭展规好 情况怎么样 平安无事 那就好 大哥 你那支枪我可以看一下 我拿一下 大哥 大哥 这枪真好 我要是有把枪 我也跟大哥一样 去打鬼子当英雄 走福夜出 飞檐走壁 来物影去无作 取鬼子的手机 如叛囊取物 你还真是舒听多了 老豆丹 我要是没猜错的话 你也是刀会的兄弟吧 泡泡腿 小学生 你小子为人仗义 有歹色 以后起码是个当家的 借大哥急眼 大哥 你要是不嫌弃我 拿我当兄弟 以后就拿我家 当做女家 来 大哥 我敬你 大先生 你打算怎么找这个一枝煤 这个假货谁出鬼窝 这么好找 我倒有一个线索 是 日本人在火车站没抓到一枝煤 却找到了一副骆驼蛋 是我孤若管完 这骆驼蛋是 就是连锅代造的馄饨挑子 往那一放就像个骆驼 我们苏聪管它叫骆驼蛋 我们顺着这条线索想一想 这一枝煤它是怎么搞到这个骆驼蛋的 可是啊 我们到会里哪个兄弟是卖混沌的 还真有一个 小名就叫骆驼蛋 那你搭抵一下他家族的 赶紧去一趟 小子弟 我明天一大早就去 好 快点 快 快 别摸他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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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 快走 快 看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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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什么呢 快点 快点 快走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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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去 骆驯 把渡边对着叫进来 是 杜鞭队长 小修客长有请 走 放上去 客藏客下 杜鞭队长到了 你们抓了些什么人 都是些小伤犯 伤犯 这家伙说 只有那样的小伤犯才有这样的担子 说得的没错 不过 你挑一下试试 这个 这个担子可不轻啊 是啊 你挑的都直立 那你抓的老弱病残能挑的动吗 非 非点抱歉 是我考虑不重 我马上放任 诶 骆驼蛋 你卖混蛋卖到这里来了 小三叶 直接钻像吗 到哪里摆不是摆 我马上放下 你发现了什么 太决 我好像认识这副担子 你确定 我确定 这副担子挑的那个人叫做骆驼蛋 证明我不晓得的 反正嘛 他就是那个走街窗巷卖混沌的 还真是买回头的 真的 我但是这个小子好几年来 他家里坐在哪里我都晓得的 太好了 我现在就把他抓来 慢着 来 多边君 在 如果你藏在火车站的钟楼里 那么有的距离 你能不能一强命中叶天君 在火车站那么昏浪的环境 要想一强避命 我也没有失足的把握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 凶手的那把枪上 配了一个瞄准镜 不会吧 装有瞄准镜的狙击枪 可是最先进的武器 没错 这再次证明 凶手是经过了 正规宣战的中国军人 你说这样的人 怎么可能 藏匿在苏州城里 走街串巷卖混沌的 我又搞错了 没关系 这说明 那天在火车站 应该有两个人 我是什么 看看 久不õяс 太厉害了 你 ゲイ интg 去过南京吗 去过 那你知道南京在那个方向吗 在那个方向 北边 那里是我的家 大哥 当心点 大哥 我来 那你 是 是 爹 丑 丑 我已经抱了一半了 你在那边 踏踏实实地 等着另一半的好消息 一个是卖馄饨的 另一个是职业军人 不过他们两个肯定互相认识 黑披萨 你不是知道他住在哪里吗 当然晓得了 太近 好 马上盯住卖馄饨的 好 我马上去 等等 千万记住 不要让他发现 太近的意思是暗中盯骚 没错 我敢肯定 他们两个人一定还会再见面的 我也明白了 科长阁下 这一招就叫做引蛇出洞 不 正确的蛇应该叫顺藤摸瓜 黑皮哥 你看 就是那家 都看两只的 黑皮哥 我们要不要进去看看 爸 没天才去家 要安装定骚 不要请绝妄到 在这里定住 那边 了 赚 很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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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 三 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从这走出去的是不是一直没 这个我也想知道 大哥 小心枪走火 认识我吗 不认识 你个猪头三 连刀回的四爷都不认识 还想在苏东混呢 认识 不认识 都回四爷大命定定了 现在认识了 麻烦就大了 来莫 去找两个麻袋 把这两个鳖山装起来 扔到山堂河里去 是 四哥 哥哥 你怎么过来的 我正要问你呢 刚才从你家出去的是不是一直没 坏了 黑皮盯上他了 你不过来 你不过来 你别赚了 你不过来 你不过来 我这领寨 你会不过来 你太好了 走 跟上去吧 太急了 咱该就暴露了 孙大人 我在这里盯住 你去报告线兵队 好 快去 没有认识 你们去报告线兵队 太阳 黑队 什么的干活 我是 我是黑皮队长的手下 我有急事 要禀告渡边太阳 走 好 阿云 过来 你怎么来了 你还问我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你都不告诉我 出什么事情了 日本人说了 你和你爹窝藏罪犯 连家都给疯了 阿云 你告诉我 你到底窝藏谁了 一支美 一支美 我的天哪 阿云 你胆子够大的 别人遇到这事 躲都躲不及 你倒好 还带到家里面来了 我问你 什么叫窝藏罪犯 在日本人眼里他是罪犯 可在我们苏州人眼里 他就是英雄好汉 阿云 你别生气 我说为了你好 说话急了点 阿云 四叔 阿云 爹 罗头卜 出什么事情了 没事情理解四啊 出大事了 П 科长阁下 你 montrer 你这是 我也想结识 经设这个神话 走吧 是 你们看 这里就是老洋炮局 够了大 你们赶紧拿个族意 阿四 你赶紧召集兄弟 把一只妹救出来 想着 稍等一下 大先生 不是我灭自己兄弟的威法 我们召回的兄弟手上 没有过硬的武器 这万一要跟日本人动起手来 肯定会吃大贵 那我们也不能借死不救 大先生 你看 这里只有一条建筑的路 如果日本人把口子一封 凶多吉少 这个地方 确实很糟糕 现在的苏州城是一进不一动 如果我们在苏州城里把动静闹得太大 那日本人 一旦转移了谈判的地点 我们不就前功尽弃了吗 你讲的都对 可是俗话讲 敬人事听天命 这个人事不能不敬 大先生 大先生 还是我跑一趟吧 好 郭掌柜 这笔买卖做不得 曾先生 说到做买卖 你就没有我在行了 这点分寸我还是有的 大先生 我不会让我们的兄弟们和日本人硬碰 你们看 我会让兄弟们在老杨炮局的外围侧影 只要一只为他能够冲出来 我们一路保护就可以把他送进乘马坡 对 只要人进了乘马坡 小鬼自有没责了 老娘舅 阿云 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不管你的事 给我放手 多多大 阿云 你们这是要去哪里 阿云 去救一只梅 一只梅 走走 阿云 你能不能不要小孩子脾气